为期50天的黄色小鸭的活动 在上个礼拜六正式画下了据点 测展单位也替黄色小鸭举办了闭幕的仪式 虽然天气又湿又冷 不过海洋广场还是涌入了上千位的鸭迷 来送黄色小鸭 也感谢黄色小鸭这50天来 疗愈许多民众的心 小鸭拜拜 大小鸭迷依依不舍在风雨中为黄色小鸭送行 展出50天的黄色小鸭 在2月8号下午2点半左右圆满结束 测展单位也为小鸭举办简单隆重的闭幕仪式 虽然天气又湿又冷 海洋广场还是涌入上千位民众 看小鸭最后一眼 黄色小鸭发起人议长黄景泰和市长张通龙 也拿着黄色气球和民众一起欢送小鸭 感谢小鸭这50天来疗愈300万人赐民众的心 也展现基隆举办大型国际活动的能力 12月20号小鸭在风雨中禁港 2月8号小鸭在宁静中回航 50天黄色小鸭处立在基隆港始终淡定 这50天来小鸭不是她身上的伤痕 她身上的尘埃 对所有的人群 不管是人潮汹涌 还是冷清 小鸭就是用她单纯的心灵 将幸福快乐传递给大家 这50天基隆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快乐 跟这个安定跟稳定的一个城市 我们交通非常非常的顺畅 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所有的商家 大家都非常的快乐 因为生意非常好 另外我们大家呢 也一直感觉到 基隆的环境太好了 我们整个环境的整洁 在我们前几的游客 前几的市民朋友 大家的帮忙 就是这样 整个环境整洁非常好 这表达了 基隆市确实是一个国际的港督 确实是可以办好我们大型国际活动的一个县市 基隆港务分公司也出动脱船和喷水船洒水 感谢黄色小鸭光荣退役 并且护送退场 发起人议长黄景泰 特别感谢市长张通龙 和市政府团队的支持 让展期内 基隆的交通治安 以及海洋广场的环境卫生 都表现一级棒 也感谢基隆港务分公司等单位的全力配合 让黄色小鸭圆满结束展出任务 议长也颁奖表扬黄色小鸭摄影展得奖的民众 并且和市长等人一起合影留念 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 也感谢黄色小鸭为基隆带来快乐 带来感动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